红国德林科技大学和瑞瑟赫钢阿美族实验小学推动了SUR大学社会责任计划 获知学生家长生怕疫情影响文旦的销售特别协助设计品牌图案 同时还协助依卖200箱文旦佑来开拓通路 所得要捐助给学校当作是教育基金 因为担心疫情国内消费力下降 家长们在种的文旦佑恐怕卖不出去 赫钢阿美族小透过了红国德林科大来帮忙 我们尽量由在地的青年来做 那第二个是我们加强了这个行销 我们今年在网路上在FB粉丝专业LINE上面 我们在网路上给他们行销 然后我们尽量今年导入这个企业朋友 所以我们就组团组很多企业团来这边做参访 红国德林科大上午10点多 跟着四位高中赫钢阿美石小师长 共同严选包装总共200箱的文旦佑 协助产销推广 也让学生从中学习教育 在这个企划里面我是负责就是绘制我们的一些贴纸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学到就是如何去做分工合作 还有调节自己的生活作息以及实际分配 然后也学会如何运用我们网路上现在有的资源 毕竟我们是网路爆炸的时代 所以也很高兴能够跟大学端跟在地的国小 还有我们的村长头目等等所有的这一个结合在一起 让孩子们真正能够去了解在地 然后去学习怎么样为地方做服务 透过德林科大USR计划的推动 协助设计小朋友们制作的文旦佑习收入 并串联企业厂商的资源 协助义卖 义卖所得也将作为学校小朋友的教育基金 我们一直以在地的文旦佑来进入我们的课程里面 那实际上我们也希望说学校里面的孩子知道说 在地的经济跟我们的这整个在地的经济跟我们的课程是息息相关的 一麦共200箱的文旦佑里面除了各家的柚子之外 还放进孩子们制作的一张谢卡以及一瓶柚子精油干洗手乳 希望企业犒赏员工的同时 也帮助到贺刚安美时小的每一个家庭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